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家宴上的真正清香 无不传递着最真挚的欢乐与温情 为了能把春节过得年味十足 平日里习惯了寡淡的农家忙碍着 为这个年里的每一餐精心做着准备 在我们东北啊 家家户户只要有院子的人家 都有这么一口缸 这口缸可是有年头有历史的了 它是用家家户户用来装冻货 冻猪肉 年豆包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啊 家家户户都没有电冰箱 用来这口缸就装年豆包 因为年豆包的工序比较复杂 我们不做了一缸年豆包 用来吃一冬的 包的包这个手艺啊 是我从小跟妈妈学的 年豆包是源于满足的一种传统美食 最早是供奉祖先的祭品 也是户外狩猎长辈的干粮 如今 年豆包已经成为东北人在冬天不可或缺的美味 年豆包的年与新年的年习因 如果能吃到口感年糯的年豆包 也是给新的一年讨了个好彩头 年豆包好吃还是要靠手工来做 在这方面 董阿姨称得上是行家离手 下面呢咱们就开始和面 姜米和黄米面的过法不一样 咱们先来黄米面 黄米面把水烧开了 烫了50% 然后呢 生面和烫面揉在一起 和好之后把它俩揉在一起 把面揉和了 让它稍微硬一点 为止 这样就可以了 面软了豆包不好吃 它 下面做白面的做法是 把水烧开了 亮到40度到50度左右 然后开始和面 这个白面是不是烫一半全和 然后呢把它油到一起 面稍微要硬一点 豆包筋都好吃 过得稍微硬一点 发起来它就软了 这样就可以了 不要和得太软 黄米面和白面都硬一点发的 豆包筋都好吃 就把它和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然后放在 就会比较 温度比较高的地方 发起来就能包了 冷水下锅 放入豆子 水没过豆子 把它大火烘 烘烂为止 东北年豆包的豆馅分两种 一种是云豆 一种是红小豆 云豆馅偏糯 口感绵软 红小豆馅偏沙 豆味尤为浓香 然后把它放在锅里 加入加上白糖 一斤豆子放上三两白糖 把白糖炒到豆子吸收为止 炒干烙 这个炒的火太急了 慢火炒 一定要不停地翻 要不这豆子糖靠糊锅 不停地翻 不停地炒 把糖炒化之后 豆子吸收了 就好了 豆子加入糖之后 炒到十分钟左右 就好了 咱们家里正常炒 小火多炒一会儿 要不火大了 糊底 在我们农村 家家户户都做年豆包 这农村这个习俗 这来到过年了 这做点年豆包 没有个年豆包 没有过年份 这个豆子放入白糖之后 得小火慢炒 把白糖吃着 跟豆子吸收了 然后之后才能炖 这个包到包 这个手艺 是我从小 在妈妈身边 妈妈做年豆包 传下来的 咱们这个包年豆包 可是个慢功夫 这些个缓解 这些个细节 那一个也不行 必须得精心 精勇细做 现在豆子炒得差不多了 关火 开始炖了 把它炖面糊了 炖到这个程度上就差不多了 能炖了 这个小豆的做法跟云豆是一样的 炖好了之后 然后就炖 豆馅炖的小一点 既美观又好吃 把豆馅炖实 看这豆馅的大小 就这样就可以了 这豆馅炖好了之后 放在冰箱里 冻一宿 冻硬了之后 然后才弄包豆包 姜米面 黄米面 做皮 分别搭配上 云豆和红小豆 制成的豆馅 就有四种不同的组合方式 每一种搭配 都会在口感上 有不同的微妙差别 值得细细品味 将豆馅准备完毕 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工序了 春节期间 家里会有亲戚朋友来串门 董阿姨特意发上了一大盆的浆米面 准备为家宴增加几道特别的美味 走亲创友 拿点年豆包 有过年的风味 我弟在外地今天 他打电话说 他想吃豆包 他都装出来给他拿点 行 做好了 给他寄过去 这些豆包又可以煎 也可以炸 你能说老公 像我都心里 你能说 鑽奶姜娘 就是买个面 放几开豆馅 然后把这皮转里头包圆 两个手转里包 大约都包一边大 然后把那圆的放这里头 放完了就可以了 你看我的 大叔叔包得挺好 这继承咱们家的团承 都会包豆包 全家人团聚一起 将面皮和豆馅团成了 一个个圆润饱满的年豆包 这期间的齐心合力 欢声笑语 让团圆祥和的感觉 温暖着每个人的心 也正是如此 在精心制作年豆包的过程中 植入了大家 对未来美好的期盼 与希望 豆包是包完了 下一个环节就是蒸豆包了 蒸豆包这个环节 更不能忽视 火头一定要找好 小点火慢蒸 20分钟以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不许可江浅 直至五ENTE 我的 area Sudir 不要 点怕 人家 但也趟 估计 我不跟你很容易 太远了 不要 disparities 那么 近 意思 吃我妈妈做的年豆包 我要把我妈妈的手艺 继续传承下去 发扬光大 丹丹是董阿姨的女儿 生长于隋化市 南溪县榆林镇的她 对传统美味情有独钟 丹丹从小就爱吃 妈妈包的年豆包 这份在深冬世界里 饱含温情的味道 让她念念不忘 在当地除了年豆包 还有另一道经典美食 筷制人口 也是这个年轻姑娘的 拿手菜 每逢佳节或者新年来临的时候 我们这各家各户 除了做年豆包以外 还灌香肠 因为大家搁的料不相同 做法不同 家家灌的香肠 味道也都不相同 那么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我要做的这个是 鸡蛋肉肠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用料 我们需要的配料有 味醋 老抽 盐 鸡粉 生姜末 蒜末 花椒面 鸡蛋 香油 生粉 当然最重要的还有我们精选的猪瘦肉 我们灌场这个瘦肉啊 可以到超市去买现场的肉馅 当然我们自己家剁出来的肉馅味道更好 现在开始切肉了 肉馅现在已经剁好了 我们可以装盘待用 然后现在可以放调料了 放少许的味精 可以少放一点老抽 少许的盐 鸡粉 蒜姜末 这个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添加 如果你喜欢吃蒜的可以多添点蒜末 然后少许的花椒面 香油 最后再加入烧粉 好 我们现在用筷子的把肉馅搅拌均匀 让每一块肉啊都充分的入味 然后我们用手抓匀 这样味道会更好 然后再加入一碗水 我们给这个肉馅啊 再搅拌均匀 让它更华丽一些 现在我们开始打鸡蛋了 这个鸡蛋是我们自己家养的 笨头筋下的鸡蛋 喜欢吃鸡蛋的可以多放鸡蛋 喜欢吃肉的可以多放鸡蛋肉 这都是根据个人喜好添加的 把鸡蛋打散打好 下面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咱们这个逛肠的神器了啊 我们家这个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给大家 dieses 中国一尽 这次再继续 我们下期再见 咱们是一个粉炉 我们下期再见 �大利的蛋 我们下期再见 我要出发 我们下期再见 问骗 我们下期再见 这次 我们下期再见 真是 maintained 我们下期见 不再来 转告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 我们下期见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的这个肠一定要冷水下锅 然后小火慢煮20分钟 鸡蛋和肉基本上有一些些成型了 然后用牙签在肠上面扎几个小眼 放放气以免肠的煮碎爆裂 煮至完毕 鸡蛋灌肠即可出锅 放凉切片装盘 最后端上佳颜的餐桌 根据个人口味 灌制的鸡蛋肉肠 松软异桥 肉味十足 细心配置的调料 赋予了肉肠丰富而浓郁的滋味 让人回味不尽 无论是封味鸡蛋肉肠 还是东北年豆包 虽然在市场上 不难买到类似的美食 但是相比全家合力准备 辛苦付出的过程来说 重要的并不是满足口腹之欲 而是让奔波了一年的亲人们 互相贴近 再次切实地感受到 团聚与温暖的家庭力量 在这个意义上 这些出自手工的美味 是新闻的归属 亲情的传递 生活的滋味 互相的呼唤 更是返乡与黎家时 最美的那种风景